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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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无音讯的亲人归家却无人相认 这是一场群体异症 还是盗取遗产继承权的阴谋 今日 一位陌生男性突然拜访 退役士兵伊等先生的家 据伊等先生称 该名男子冒充自己离家出走的儿子 并在他的膝下痛哭流涕 接下来就让我们 我还想听他继续说点有意思的胡话 嘿 严肃点 就算这档节目曾预言 土拨树将占领地球 但说不定其他胡话里有真事呢 不过 伙计们 我确实在琢磨死神 来杰斯那档子事 他是 什么来档 我 我听过 那是一个了不得的家伙 警察的眼中盯 地痞流氓眼中的 T800 当时 就在猎人脚的那片烂木豆林里 有一群人把Legit当猪一样攒 到最后 他们装不得腻歪了 就赏了他的脑子几发子弹 太可怕了 就是拿枪顶着嗓子眼 啪 一下从猴头 只穿过哄老手 结果 等警察来了 除了一粒沾了血的牙齿 连半根头发都没找见 真是太吓人 你们知道吗 Legis 可是一个彻偷彻尾的人来 Pollick先生 你是不是最近看了火死人出没 死而复生是好莱坞的陈词烂调 你不应把它套在现实生活里 我们理应考虑其他的可能性 比如谋划已久的谣传 借助这则耸人听闻的传言 它的组织能吸引来更多臭名昭著的神秘学家 从魔药引君子 走私贩到赌场操盘手 也正因如此 他才能一步步蚕食旧军山 知道他踢到了我们这块钢板 我们恐怕不是钢板 先生 这场对峙 将会比我们此前碰见过的所有 都有危险 况且他们已经与正盘 就在新纪元集市的那帮疯子 搭上了肩 是的 已经连续几天 没人参加我的冥想会 大家都错用在他们身旁 聚拢着一股 令我不安的喜悦 他们一直在到处打探消息 试图搜集一些 闻所未闻的材料与书籍 正面冲突在当下 是最愚蠢的选择 J 我在听 我们当然会绕开 与他们的直接交锋 伙计 但你我都知道这不现实 选择权并不在我们手里 况且黑的街 早就被那帮伪善的警察们 抛之脑后 除了我们 谁会管这条街的死活 先是流浪艺术家们的 拖车营被烧毁 接着是一群占卜师 连夜离开 而那帮疯子 却盘踞并扎下了根 无辜的神秘学家们 受到蛊惑 只需分崩离析 我们当然该逃 我们应该关门大吉 然后买头一班火车票 就像在听见邻居的女人 被混账揍得哀号时 大惊失色 然后逃之夭夭 但我们没有 不是吗 况且 我们站在这里 也不是因为什么狗屁勇敢 而仅仅是因为 这是我们的家 J 你误会了我的意思 我是说这一远超乎了 我们的能力范畴 我们最好找 停 伙计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你也发出得太快了 用不着什么都扯上他们吧 你得承认 他们虽然爱打官枪一些 但他们对神秘学家的事 总是会很伤心 J 基金会对我们而言 并非是一个差劲的选择 是的 J先生 我赞同先驱者先生的意见 同时 我 我也不想因为那些匪徒 而失去现在的好工作 我很乐意替您指路 谢谢您 灯球女士 有您的帮助就再好不过了 而且 J Polina 就在上 Love 基金会 你明白 说不定你妹妹 会为你走走人情 省去一些 流程上的麻烦 不不 我得再跟你声明一遍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 他决定加入那帮白袍子的时候 甚至都没跟我实现聊过一句话 我们已经有好多年没见过面了 他说他有自己的路子要走 当然 也说话作话 从没有回过头 他不喜欢咱们 你明白吗 即便他是我唯一的家人 但他就爱那些大理石地砖 爱高高在上的品味 爱那份所谓的整洁与体面 他早就不是以前那个 追着我们打闹的小家伙了 你要我现在去求他帮忙 啃他的冷眼 还不如让我吃山裸铁 跟你一块站在百货大楼的橱窗里 别这样 认真考虑下我们的建议吧 这跟我给商人的交税建议没什么不同 这些办法可都算省事轻松 我要去拿一瓶汽水 你有什么东西撞到我的 糟糕 快跑 任先生 坝台里的灵钱 全都不见了 快快 抓住那个小头 我就知道 你爸爸跟启明慧那帮人搭上关系又失踪之后 你怎么没跟救济所的那帮人走 哪里有吃有喝的 你是想念挨揍的滋味了吗 你这浑角 用这帮我放开 这种狗崽子 迟早得放进橘子里 让那帮穿制服的家伙管教管教 你的神秘学家老妈给你留下这么好一双猫眼 肯定想不到我竟然被你用作爬窃去了 嘿小子 我也知道你挺过了一段不容易的日子 但别认为全世界都欠着你 我被机器脚断小拇指 被那帮寄生虫一脚踢开的时候 可没拿着枪蒙着脸挨个抢商店 你这点痛苦啊 又算得上什么 你难道还想纵容这混小子吗 去吧 你的朋友还在外面等你呢 可 任先生 没关系 给他们吧 这些都是在新纪元集市里失去了家的孩子 他们的监护人丢下了他们 不知所踪 留下他们四处游荡 白K的先生 瞧瞧他们 苦难是不会相形见绰的 我说啊 小子 你和你那帮跟班 想不想找点活 你的意思是 谢谢你先生 我的眼睛很敏锐 我能干很多细活 我擅长数火车 数英币 我还可以看穿那些出亲的发拍员 连水滴都能说清楚 别着急小子 先填饱肚子 斯巴特尼克女士 请替我给他们美人做一份热乎乎的墨西哥卷 多放点肉 该死的 瞧瞧他的手腕 真是比唐人街的筷子还细 还有 就当我盖主意了吧 活计 不管如何 到时候 他如果翘着腿坐在办公桌前 给我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子 或计我保证 谁也拦不住我跨出那扇门 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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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上